我們常跟團隊針對新冠肺炎的研究中發現 嚴重新冠肺炎的患者尿易葛濃度會明顯比 輕症新冠肺炎濃度高出許多 我們會發現在尿易葛濃度越高的病患當中 因為C血氧併發呼吸刷解及多重器官刷解的比例都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另外尿葛濃度比較高的嚴重新冠肺炎住院使用率也比較高 而是環境中的重金屬毒物及致癌物 而主要從腎臟排泄有尿易排出 而在我們人體的半衰期可以長達38年 那我們主要是從我們飲食中還有空氣污染及職業暴露等 暴露會影響到諸多發炎及免疫疾病 我們常跟團隊針對新冠肺炎的研究中發現 嚴重新冠肺炎的患者尿易葛濃度會明顯比 輕症新冠肺炎濃度高數許多 我們常跟團隊在把嚴重新冠肺炎的病人尿易葛濃度分成四個租群 我們會發現在尿易葛濃度越高的病患當中 因為低血氧併發呼吸刷解及多重器官刷解的比例都有明顯增加的趨勢 另外尿葛濃度比較高的嚴重新冠肺炎住院使用率也比較高 因此我們一般民眾針對環境中可能會接觸的暴露的狀況 譬如說飲食或空氣污染職業接觸等 我們都要避免都要加以小心 避免會影響到我們民床疾病的嚴重程度表現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